刚刚小妹看我在那里看房子 一惊一乍的 小妹说还有更大的房子 这道房子多大 这道房子有1888平方米 1800多个平方 这道房子要卖多少钱 2680多万 2680多万 500多万人民币 是的 哇 500多万人民币 我现在走是走进来了已经 我给你们看一眼 大是真的有点大 500万 那跟我杭州那个89方的房子的价格差不多 我杭州89方的房子 我拿到 我是建筑面积啊 它这个是土地面积啊 拿到这里来 我就能换一套这样的豪宅 这套真的可以叫豪宅了 哦 这个泳池也造的很有特点啊 哎 这个泳池的这个石砖的颜色我还蛮喜欢的 是吧 这个颜色我觉得还可以啊 就马赛克太小了一点 但是它小 它是有这种拼花的这种感觉 哦 这也太好了吧 我这个摆布石厅 就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是吧 他们那个石厅舞 我也就在这里跳个石厅舞可以 这个泳池够大了啊 这个泳池活动活动可以 哦 这里还不能走的啊 这个地方 啊 现在都没打理都是那么多落叶 所以我告诉你们 你们别墅如果买来 你们真的是要自己住 你要是不住啊 空空在那里啊 就是这个样子 树叶啊什么的 你看这泳池很漂亮 你看落叶成这个样子 你就不行了 对吧 你自己住在那里嘛 你每天在这里打理打理的话 家里叫个工人是吧 叫个叫个阿姨 又不贵 一万太租一个月 你这种房子 我估计一个都不够 你要雇两个阿姨 啊 他这边就是泳池边上 他泰国人很喜欢这样搞的 泳池边上 这里你也可以去给他们做客房 也可以这里去做客房 洗手间也有 也可以把它做成健身房 他们有的人自己在家里做健身房的 这里肯定是带洗手间的 是吧 你看这个洗手间也都是有的 房间之间互相也是通的 哎 这里可以做做健身 哎 这边其实也是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房间啊 这里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洗手间 这边倒没有洗手间 那 这 这个房间 你说 如果说 哎 朋友来了 我给你一个客房 这个客房 三进的客房 一间 两间 三间 这个卧室就住在这里了嘛 是吧 这里等于单独可以算是一个房间了啦 又有客厅是吧 又有 又有书房 又有健身房的 真的挺好 哇 这套是有点豪华的 不用躲 没关系 没关系 从这边是它的主楼了就是 这边就是 五卧四卧 五卧四卧是吧 那这块地方它做的这么大干什么 停车也停不了这么多车吧 这边也停不了这么多车吧 我们先来看房间 它那边我还看到一个很特别的 有一个楼梯 可以上去的 过后我带你们看 这边又是一个储藏室 储藏室就不用说了 哇 这个是个中空的顶啊 这里要买盏吊灯要多少钱啊 这盏吊灯肯定很贵了 这边就是 中央处理台 厨房 一整个厨房 那么餐厅在哪里呢 餐厅在哪里 这块就是餐厅 那这块是客厅 这边是客厅 对对对对 哎呀 真的是我的格局局限了我的想法 我一进来我就觉得 应该就是厅就是那么大嘛 是吧 厨房餐厅客厅应该在一起 没想到人家客厅在这里 餐厅这个是个单独的 这里有一个小房间 这边是一个洗手间 洗手间锁掉的 这边也是啊 那么就是两个卧室 共用一个洗手间 这边出去就是它的这个庭院 哇这个落叶飘下来真的还蛮好看 还是再看再看上面 这个真的是船家豪宅可以 我又看到这个地 这个地的颜色我是真不希望 在这边 这里可以二楼上往下看 中空的一个顶 哦 哦 这间 一个卧室 走入是衣柜 洗手间 洗手间 淋浴 浴缸都有 这个就是刚才我在说在外面看到的 它是可以上来的 对吧 我因为我在下面我看到那边楼梯 露出了一点楼梯嘛 它可以从这个楼梯上来 你看 这边有一个大平台 这真的可以叫庄园了 这有一个小面啊 真的是一套比一套大店 我看 一套比一套豪华 一套比一套贵 啊这边又是 又是一个客厅 二楼的客厅 这边呢 这边进来啊 这边也是一个卧室 这边应该是一个次卧 这个也是洗手间 也是锁着的 洗手间都锁掉它干什么 真的是 这个应该是主卧了吧 这个不是 又被我猜错了 这个是个小客房是吧 那就是那边 最那边那间 我第一间看的这个是个主卧 这一间是个超牛逼的主卧 那我觉得也应该是了 它通出去的嘛 对吧 走入是衣柜啊 那躺在床上的是 看看风景的还是真的蛮好的 确实还可以 嗯 X5 是吧 只能说还可以 还可以 好了好了 我说走啊要走了 走啊要走了 又带我来看了这么一套房子 反正 我给大家总结的一个意见呢 是怎么说呢 嗯 就像我刚才一进来的时候 我就在说了嘛 你说我杭州89方的一个房子 我在这里能换成那么一个庄园 这个肯定不是开玩笑的 确确实实 人家房子摆在这里就是那么个价格是吧 但是呢 产权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大家在讨论的这个产权的问题 我觉得在国内的房子你是有个增值啊 有个什么的一个空间 那你在这个地方你拿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说足足备备就是说我自己想安安稳稳的住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啊 你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拿来说要炒的首先一个他房价会不会涨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你如果要卖掉靠你自己一个人的能力你是不能去做的这个事情 你比如说打个方成立公司也行啊 你比如说是要泰国朋友帮你持有持有也行 其实这种我觉得你通过法律的手段正规的去做 无非花点钱你什么都是能解决的就正正规规的花点钱啊都是能解决的 但是就是当你要卖的时候你肯定是要通过对方来帮你签字啊或者是以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去过户 那这个就是说大家心中一直存在的一个顾虑啊是这样子 那你说如果它是完全敞开的你跟在中国买房子一样的你随便怎么买 那你这不还卖光了早就卖光了哪里还轮得到你啊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心态你如果买了我就是来这里生活 我就是来养老我觉得我这辈子够了就像我的心态很多朋友在问我 我想啊你在那里买了个房子或者你怎么样你的心态是怎么样我的心态就是我住到我死就够了 我是这么个心态我把这个房子我买来我就当花了这个钱对我来说五百多万可能是个对我啊就是说是天文数字很大 但是有的人可能觉得五百多万就是个小钱跟我花个五万块钱道理一样的那你说如果有这种心态的那你这里买一个你住在这里 不要太爽啊顾他个八个佣人 行了行了我们再去看看别的房子别的房子 我们在二期里面我们也看了好几套房子了 啊反正你们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对吧我接下来肯定是各种各样层次的各种各样的房子我都会给大家哎对了这个地方刚才你说这个小区普通的这种房子租租大概多少钱啊两万三万泰铢啊一个月啊对啊这个小区就是当然这种好歹不能算啊就普通的那种像我们第一套看的或者是就是土地可能再小一点的那种房子 他的租金可能是两万到三万泰铢一个月啊你如果说觉得我买房啊什么的啊我觉得我不放心有压力的你租房也没关系啊租房这里的差不多就是那么个价位我反正我给你个参考你们自己可以看看啊因为清迈也很大东南西北各个地方他价位也不一样地段不一样价位也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段差不多就是两到三万泰铢一个月